无情团长阿克马发官威 这次被骂对象是马六甲宗教局官员 完整内容请收看5月16号的百革大时机 晚上好 我是威敏 吸烟有害健康不论是香烟还是电子烟 而根据全球成人烟草调查报告 大马去年吸烟率达到了19% 也就是有480万的成人是烟名 相较于2011年的23.1%来的低 但对比于2025年吸烟率要降低至15%以下的目标 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就表示 这显然还有一段距离 而随着电子烟的普及化 电子烟烟名增加了600% 对比2011年的0.8% 2023年的电子烟使用人数上升至5.8% 其中令祖基菲里担忧的是 电子烟使用者占比最高的年龄层 是15岁至24岁 占了8.6% 而导致他们沉迷于电子烟的因素是 这个设备有最喜欢的口味 电子烟的危害比烟草小 而且很容易获得 吉达大臣穆罕莎·沙努西开枪要求 联邦政府从2008年算起 每年赔偿2亿令吉 作为保留穆达农业发展机构 稻田用地的补偿金 对于这件事情 扮演着满足国家40%主粮需求 重要角色的MADA主席 伊斯麦·沙烈就认为 吉州政府与其跟中央要钱 倒不如探索探信用而贸易 作为抵消吉达州 因为保护稻田而面对的经济损失 伊斯麦进一步指出 联邦政府从未要求吉达继续作为穷州 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而MADA的稻田 只是占了吉达州土地面积的10% 所以吉达依然有90%的土地面积 可以发展为住房商业 或者是工业等等的用途 州政府不会因而失去收入 因此伊斯麦就认为 沙努西会想出向联邦政府所讨 二亿令吉的方案 应该是吉州政府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国情团长兼万里万区州议员阿克马再次发标 而这一次被骂的对象是 马六甲宗教局官员 阿克马在接获投诉之后 来到甲州一所宗教小学了解情况 而这所学校的学审被逼坐在地上上课 课室内只有放课本的小书等 多长时间 阿克马斥责这名官员态度吊铃铛 没有积极跟进拨款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移民局在去年12月时宣布 来自10个国家的游客可以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总站 以及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总站 使用自动通关闸门通关 来到今天内政部长塞夫丁就宣布了 从6月1号起将会增加多36个低风险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旅客 以加速通关和缓解拥挤问题 换言之 总共会有46个国家或地区的旅客 可以使用自动闸门通关了 接着来关注发生在国内的两起交通事故 巴申武吉丁怡前往巴申五条路交通圈路段 日前路面上就出现一滩黑油 导致不少经过的轿车打滑发生事故 巴申南区警区主任谢鸿芳正式接获了投报 并将会以多个角度来展开调查 包括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的刑事成分 再来吉兰丹华旺山通往罗金高原第80公里路段 5月15号早上10点多发生运在杨辉罗里 掉落150公尺深谷的交通事故 车内三名原住民当场死亡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现场车道上发现了415公尺长的刹车痕迹 相信司机在蜿蜒且倾斜的道路 未能够控制罗里 因而失控坠故 接下来有热点新闻 彭恒文的贾治安亮起了红灯 从5月1号以来的半个月 已经先后发生三宗破门刑切案 最近一起案件是在昨天下4点左右 在保林园住宅区发生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可见 一辆轿车直接停在某住家前 先后有三名男子进入屋内 司机则在车上等候 过没多久 三名切匪拿着几包物件 速速上车离开 文德甲警局局长拉兹 授权时指出 警方已经接获相关投报 刑事罪案调查组 目前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 柔夫古来太子成立警员 5月5号晚间9点30分左右 发生一起企图抢劫 截录人案 47岁妇女在住家前停车时 遭4名男子强托上车 索性妇女极力反抗和大声呼救 惊动邻居出来查看 被图才做法逃离 事隔几天 警方分别在新山和击打击林 逮捕4名嫌犯 古来警局主任陈胜利表示 4名嫌犯皆有刑事和毒品案的案底 要以检验也对冰毒呈养性反应 并承认犯下上述案件 工程部长亚历山大 今天拉大队到吉隆坡 敦拉萨路的一个建筑工地 展开各部门的联合突击检查行动 在检查现场工人时 一名外籍客工一度拒绝配合调查 此外经检查后发现 工地内使用的阴架不合规格 最终被拉上禁止使用封条 另外卫生部官员也发现 4个造成黑斑纹繁殖的积水处 部长说 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吉隆坡分局 从今年初至今 针对建筑违规事项 开了91个调查档案 他呼吁执法当局 应当更经常估计检查建筑工地 从未向建筑公司传达一个讯息 既必须要遵守当局制定的建筑条规 今天的百格大事期到此 感谢收看 也别忘了订阅支持百格 我们下个单元见了